号称为民请命的太平天国 虽然也曾壮大过 但不过昙花一现 至于天王洪秀全 却是永远被载入了史册 而我们知道的洪秀全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物 除了口号之外 就是贪财好色 别的不说 就是数万女兵 就是事实 自古战争是男人的疆场 但他却选用了女兵 换句话说 洪秀全更多的是为了一己之欲 传说洪秀全选妃很有特色 其条件有三 必须全部满足 如果有一条不满足 一定不会选 最关键是这三个条件 都令人愤怒 要是换到现在 要么小摸到人 要么就被这些女人给寡了 条件一 必须是未经人士的黄花闺女 也就是处女之身 符合条件一的可以报名 等待第二轮筛选 条件二 来自深山老林的那些贫苦家庭的女子 即便是黄花闺女也不行 最关键的还有第三个条件 需要他本人亲自查看 如果喜欢的 就能够成为王妃 而那些未被选上的女子 则大多加入了洪秀全的万人自卫队 或者成为朝中女官 不过这些女官在最后都死得很惨 洪秀全死后太平天国 也被曾国藩带领了清军消灭 那些还在做殊死搏斗的女兵 一旦被秦 自然就成了清军的盘容参 或者直接成为军营服役的女币 自古战争是残酷的 为什么历史几千年一直都存在呢 如果是为了百姓而战 为了民族而战 那也无可厚非 如果是为了个人或家族利益 引发了战争 那就要可耻了